同学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在132课呢,我们最终把新甘静一册这本书啊 出现的所有的情态动词 给大家做了一个总复习 那么今天呢,我们变一种形式 我们用考试的方式来让大家感受一下情态动词的使用 比如我们看一道题,一道考题 I'm sorry,对不起,I go now,我现在走 因为什么呀,my father told me on the phone 我父亲在电话上告诉我呀 that my mother was ill,我的妈妈病了 那么其实啊,我们根据这个题材基本已经猜出意思来了 我怎么现在走啊 首先A选项can肯定是不合适的 我现在能走,不太合适 那么may表示推测,我现在可能走,也不太合适 而最后一个选项think想就更不对了 所以我们排除法正确答案应该是have to 这个have to我们在125课给大家讲过 翻译成汉语叫不得不 因为家里有事了,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走了 I have to go now 这个选项是最为合适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选择天空题的时候啊 还特别要看一看这个句子,最起码把这个句子看完 因为只有你看完一个句子以后呢 我们才会有一种语感 你才能猜测出他要说什么样的意思 再比如,再给大家一道题啊 这句话的意思是 Where is my umbrella? 一个人在问,我的雨伞在哪呢? 第二个人说了,It's fine today 今天是个好天啊 You,你,take,有带的意思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所以还没有看答案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意思也猜出来了 天那么好,你带什么雨伞呢? 他肯定是想说,你不需要带雨伞 不需要是哪个情态动词,你还记得吗? 对了,不需要应该是needed 所以很容易我们就选到了正确答案是第二个选项 You needn't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好,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I can't find a dad 我找不到我爸爸了 Where is he? 他在哪呢? 第二个人说,I'm not sure 注意,这么说的话 第二个人也不太知道他的父亲在哪 所以他说我不太确定 She be in the study In the study,有在书房的意思 他在书房,怎么在书房呢? 因为这个人不太确定 所以他肯定不能说 He must be in the study 他一定在书房 所以根据意思 我们可以基本猜测出 表示一种可能性的推测 我们得说他可能在书房 而表示可能性的推测是谁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 应该是maybe 对了 所以这句话得说 He may be in the study 最后一道题 You go at Ask Maymay 你去问问美美 问什么呀? She know the answer 她知道这个答案 我们要不看这个选项的话 大家可以猜到她要说什么意思吗? 你顺一下就可以了 你可以去问问美美 她可能知道这个答案 所以当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我们选项已经出来了 四个选项 你可以去表示可以的是哪个情态动词呢? 对了 必然得是can 她可能知道 可能表示一种可能性的推测 我们自然得有may 所以看到这儿 我们很轻松的就能选出正确的案 应该是最后一个选项 You can go at Ask Maymay She may know the answer 好 关于情态动词呢 到今天为止 我们基本就全部 在心肝念一侧的部分 就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再见 再见